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一維運動 所謂的一維運動就是指 我今天這個物體在運動的過程中 它的運動軌跡永遠都是一直線 它沒有轉彎 都是直線上的運動 所以我們又稱一維運動是直線運動 那在介紹我們的一維運動之前 我們要先來介紹一些名詞 請看右下角這個圖 這個圖上有兩個黑點 我們把這兩個黑點稱為位置 那我這邊註記一下 這裡叫做位置A 這裡就叫位置B 好,那我今天 我今天要從A走到B 我有紅色、黃色、綠色和藍色 這四種不同的路線 所以我有四種不同的路線 我就有四個不一樣的路徑總和 那今天路徑長的定義就是 我今天兩個位置之間的路徑總和 它是一個存量 代號我們寫作S 那所以今天這四種顏色 四種路徑就有四個不一樣的路徑長了 那什麼是位移呢? 位移的定義就是 我兩個位置之間的直線距離 那它是一個向量 我們通常把它寫成Δx 那Δ就代表是有一個變量的意思 所以它代表的就是 從墨 減掉出位置 從墨位置去減掉出位置 再看回來右下角這個圖 我今天從A走到B 我有四種方法可以到 可是A跟B之間最快的方法 就是走他們之間的直線距離 就是這條藍色的路徑 這條藍色的路徑就是我們的位移 所以我今天A到B的位移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是 從墨位置去減掉出位置 那就是xb減掉xa 在運動的過程之中 你的位移很小於等於你的路徑長 那看一下右下角這張圖 我們以這個綠色的路徑做比方 今天這個綠色的路徑 我可以看到 我的路徑長 非常的大 而且是比這個位移還要大 那這個位移 它會等於藍色這條線的位移 因為我的A到B之間的直線距離 我不管走哪一條路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四條路線 我有四個不一樣的路徑長 有大有小 可是我四條路徑的位移 是相等的 講回來 所以我看綠色這條路徑 我可以知道 s會大於Δx 那我看藍色這條路徑的時候 我的路徑長 恰巧就等於位移 所以 所以 由此 可以歸納 我的路徑長 是恰 大於等於位移的 好 再來我們介紹 什麼是速度跟速率 那 速度 我們又叫做平均速度 它代表的是一個總位移 它代表的是總位移去處理總時間 那總位移呢 前面有說到 它是位置上的變化量 所以我可以寫成Δx 去處Δt 那會等於我們的速度 速度 我們通常寫成V 那我們再看右下角這張圖 一樣 圖上有兩個黑點 我們稱之為是兩個不同的位置 那這兩個位置我把它注記一下 是A點 位置A 跟位置B 那所以我如果今天從A到B的話 我的位移 就可以寫成 是XB 去減掉XA 那時間呢 是Δt 這就是我速度的定義 那再看回來這張圖 我從A到B 我有四個不同的路線 四個不同顏色的路徑 所以我有四個不一樣的路徑長 我有四個不一樣的平均速率 我有四個不一樣的路徑長 可是我四條路徑的位移是一樣的 那什麼是速率呢 速率我們又叫做平均速率 我們把它定義成 是總路徑長 去除以總時間 那速率我們通常會寫成V下標S S代表是S S代表是SPEED的意思 所以 這個圖就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從A走到B 我有四條不同的路徑 我就有四個不一樣的速率 可是我的位移都一樣 所以我四條路線的速度是相等的 那這邊再介紹一些觀念 什麼是瞬時 瞬時就表示 我在那個位置上面瞬間的速度 好,同理 那瞬時速率呢 就代表我在那個位置上面 瞬間的速率 那前面剛剛有提到 說我今天這個位移啊 我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中 我的位移呢 它永遠 會小於等於 我的路徑長 所以我今天我的速度 它應該也會 很小於等於 我的速率 這個觀念 給大家 做個參考 好 我們介紹完了這個 位移路徑長 速度跟速率之後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這個 我們 這些 這個 X T圖 VT圖 之後我們還會 再介紹到一個 AT圖 不過這邊我們先不會講 那什麼是 XT圖呢 XT圖就是我們今天 重軸 為X 為X X就是我們的位置 跟時間的關係圖 我們是用直角做標系 來表示 那 同理 VT圖就是我們用這個 重軸 為V 就是我們的速度 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 我們一樣是用直角做標系 來做標示 我們先看左下角 這是一張XT圖 那這個XT圖告訴我們 就是我今天在運動過程中 我每一個點 它代表就是 我在某一個時間點上面 我相對應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才可以描繪 經過我各個標點 我把它做出這個XT圖 那 我今天 假設 假設我這個點 是我開始運動的時候 我把它寫成TI 那 相對應的位置 我就寫成XI 那 我今天這個運動 運動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到了另外一個位置上面 我所畫的時間 現在已經是TF了 那 我 到了這個末位置 第二 也就是我 抵達的這個位置 叫做XF 那 從 XI 走到XF 這段 距離 就是我們的位置 我們就把它寫成 ΔX 那 從TI 那 從TI 到 TF 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的 ΔT 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速度的定義 速度 它可以定義成是 ΔX 去除以 ΔT 那 從我們的 XD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個 ΔX 去除以ΔT 其實 就等於 相當於 我們在求這條直線的斜率 所以 這一條的斜率 就是我們的V 那 既然 我們 我們 算這個速度 就相當於 在求 XT圖上的斜率 那 我就可以 把它看作是 這個 XT圖上面 微分 所得到的結果 因為 微分 就是 取邪率的意思 所以 我又可以把它寫作是 DX DT 那 我就可以把它寫作是 F 它 就會等於 是 D X DT 意思 就是說 我今天的 XT圖 經過 微分 之後 它就會 變成 我右邊的 這個 BT圖 那我們來看到 BT圖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V T 會等於 DX T 那 經過移項之後 我們就可以寫成 DX T 會等於 V T DT 所以 X T 我就可以把它寫作是 V T DT 做積分 那 做積分的意思 就是要求面積的意思 所以 這個 VT圖 它的圖下的這個面積 其實就是我們的 位移 其實就是我們的 位移 就是我們的 X T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作是 如果我今天把 V T 做積分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 SC圖 V 我們來看一下 VT圖 我們 藉由 這個圖形 可以看出來 在這個 T等於0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一個 剛好會過 中軸 的這個點 那我們就把它稱為 V0 也就是我們的初速度 那隨著我的時間不斷的前進的時候 我就會得到一個相對應的速度 所以這是一個V of t的圖形 就是速度對時間的關係圖 那我們前面剛剛有說到 如果說我今天 假設我運動到了這個地方 我把它寫作tf 那我就會得到一個對應的速度 叫做vf 那這一塊就是我從0秒一直運動 到tf的這段時間內 我所畫出的這塊面積 這塊t形面積就是我的位移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t形公式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說 我這個運動的過程中 我的位移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的面積就是 delta x 它會等於上底 v0 加下底 vf 乘以高 就是乘上 tf v2 那再改寫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v0 是我的出位置 我又可以把它寫成 vi 加上vf tf 其實就是我的總時間 就是delta t 再除以2 那我們就得到了第一個公式 那今天 我們在這個t形上面 我們取一個中線 這個叫做tm 那它會有一個相對應的速度 我們叫做vm 所以根據t形公式 我又可以把它寫成 delta x 會等於 vm 乘上 delta t 這個是 根據t形公式 我求來的 那經過一項之後 我就會發現 vm 會等於 delta x 除以delta t 這個就是 平均速度的定義啊 那這個 表示說 我今天這個運動過程 我的平均速度 就是我的 這個運動過程中 我時間 終點的 這個順勢的速度 這個vm 就是我的 tm的時候的速度 那這個和 第一條公式 應該會相等 所以 vm 乘以delta t 又會等於 vi 加 vf 乘上 delta t 除以2 所以 vm 就會等於 vi 加 vf 除以2 那它就會等於 平均速度 所以 我 這裡 就得到了 第二個公式 那就是我的 手末兩時間的 速度的平均 就是我 這整個運動的 平均速度 好 但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運動軌跡 不一定都是直線 我們如果說在 XT圖上面 我們的運動軌跡 會是一條斜直線 那它的斜率是固定的 斜率如果是固定的 那我們的速度 它就會固定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等速度運動 那如果我今天 XT圖 它的軌跡 不是斜直線 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們就要從 定義上面 來下手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說 v 會等於 dx of dt 所以 如果說我今天 我想要知道說 我在這個 時間上 當我運動到這裡的時候 我的速度是多少的時候 那我就需要去 找到這個位置上面的斜率 那這個斜率 就會是我的 在這個位置上面的 順勢速度 那 從裡 我們看到VT圖 我們已經知道說 今天 x of t 它會等於 我的 b of t 的積分 所以我如果想要知道說 我在我的 運動到 這裡的時候 我的位移是多少 那我就要去 去求我這個 圖下的 這個面積 這樣 我就可以 知道說 我運動到這裡的時候 我的位移 好 我們看立體 烏龜和兔子 他約好要進行一場 這個 4公里的比賽 好 那兔子他跑了 0.5公里 就睡了 90分鐘之後醒來 然後 用原先 兩倍的速率 跑向終點 然後他過程中 花的時間 是 1.75個小時 然後最後 兔子 他贏了比賽 好 他第一小題要我先 計算兔子的平均速率 那 這個 平均速率的 我們的定義 是 總 路徑長 去 注意總時間 那 總路徑長 是 我們的 這個 4公里 那 時間呢 他總時間是 跑了 1.75個小時 所以 他最後 這個速率 經過計算 是 2.29 公里 每小時 那 第二題他問我說 兔子在睡覺前的 平均速率 那 我就先 列個表 兔子他 在睡覺之前 他是 以 速度 為V 這個速度 在參加比賽 我先 假設 速度是V 那他跑了 0.5公里 之後 他 花了 90分鐘 在睡覺 那90分鐘 我就先 寫成是 1.5小時 後面 的 時間 他是用 2倍的速度 去 跑 3.5公里 那 我 全部 總共 花的時間 是 1.75 小時 所以 我的 第一段 所花的時間 加上 第二段 睡覺的時間 加上 後半部分 衝刺的時間 應該全部 是 1.75 小時 所以 我就可以知道說 T1 加T2 會 等於 0.25 小時 那 T1 是什麼 T1 是我的距離 去除以速度 所以就是我的 0.5 去除以 1 那 T2 呢 就是 3.5 去除以 2V 這個 算出來的答案 是 0.25 小時 那 經過計算 V 等於 9 公里 每小時 那 我們看 立體2 好 一個火車 它緩慢的 依照 所圖 所示的 位置時間圖 就是我們的 XC圖 它在一條 直軌道上移動 那 直軌道上移動 就表示 我今天是做一個 一圍的運動 那 它要我求 這個 全部旅程的 平均速度 求前4秒 車子的平均速度 4到8秒 平均速度 還有在 T1.2 的時候的 瞬時速度 好 第一題 我全部旅程的 平均速度 就是我全部旅程 的總度進場 去除以 全部所花的 時間 那 根據這個圖 我們可以看到 我全部 花的時間呢 是12秒 那我全部的旅程呢 是走了 10公尺 所以 我第一小題 的答案 我就可以寫成是 10 除以12 那經過計算是 0.83 單位 是公尺 除以秒 看第二題 他問我前4秒 車子的平均速度 那 前4秒的 運動軌跡 就是這條 斜直線 所以我這4秒的 平均速度 所以我這4秒的 平均速度 所以我這4秒的 所以我這4秒的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是 4 除以4 答案是1 來看第三題 他問我 4到8秒的時候 車子的平均速度 那4到8秒 就是我們 水平的這條線 那 在xt圖中 我的時間 增加 可是我的位置 卻沒有做改變 表示我這段時間 是靜止的 那如果我這段時間 是靜止的 我的速度 應該就是0 所以第三題的答案 是0 好 看第四題 他問我t等於2的時候 的順時速度 那我們來看圖 在這條斜直線上 我們說 xt圖的斜直線 代表的是 等速度運動 所以如果它是等速度運動的話 就表示我今天 0到4秒的時候 我的速度 是保持不變的 所以我今天 t等於2的時候 這個順時速度 它應該會跟 第二題一樣 答案一樣 都會是1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1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1 好 那結語的部分呢 我們就來 大概複習一下 一些定義 我們ΔT 代表的是我們位移 那位移的代表就是 我們末位置 去減掉的處位置 所以 所以 我們的 v 就可以寫成是 xf 去減掉 xi 再除以ΔT 那 寫成這個方式的表示法 我們就可以 相當於看作是在取 寫率 所以 v 就可以叫做 dx dt 那 寫成函數型的話 就是 v 他會等於 dx dt 那 相對的 我的 x t 就會等於 v dt 的積分 那 後面這兩條 是 我們前面 利用t型公式 去推導這個面積的圖形 所得到的兩個結論 那 希望 呃 這些公 那 同學可以 多練習題目 把這些公式慢慢活用 那未來我們再講到加速度的時候 我們的 v 跟 x 之間的關係 還會再講一次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